跟着经文笔画手语 柳泉斌能够双手双脚运用自卢 这是历经八次手术后的成果 两年前我就是不能用我的手 不能用手 身体为大家传访 但是成交两年后 我可以用我的手为大家传访 七岁的远藤尤为 则是代替父亲入筋脏不负众亡 日本慈宜志工举办岁末祝福活动 两天三场 作物虚席 从四楼摔伤的厨师 少良韵 特地坐着轮椅前来参加 人文教室的首任创办老师 是今年要感恩的特别人物 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接触慈悸 能够在慈悸教学 真的是非常光荣 慈悸在日本的人文教室 从无到有也接引更多人来参与活动 志工深根社区 放眼国际 有目共度 我想很多国家 很多地方 在认识台湾之前 应该都是先认识慈悸 我想这里要感谢全球各地的慈悸 戴新闻之三美之宫 日本综合报道